《灵魂之爱》 作者 萨纳亚罗曼 欧林 翻译 罗孝英 第十八章 用新的方式去爱 你加深自己和灵魂的关系 并且更深入地连接别人的灵魂 你发现并遵循自己独特的爱的道图 当你开启你的心轮并做灵魂的连接 你对关系将体会新的洞见 观点和感觉 你在一段关系想获得的展望将改变 那些你应对人们的旧方式 可能对于改变中的你不适用 你在关系中想要的东西 可能随着你所珍惜的事物 随着你扩大的目标和梦想改变 你对灵魂接触的渴望可能不断增加 你可能想以不同的新方式和人们相处 现在 你对关系有了新的愿景 你学会了关系的宇宙定律 并融化爱的阻碍 你已经准备好发现新方式 去爱自己和别人 当你的心轮开启 你对于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发生对的关系变得有知觉 想象你生活中所有的关系 都为了提供你如同灵魂般去爱的机会 对的关系首先透过灵魂对灵魂的方式 在灵魂的层次建立 在你完成灵魂层次的工作后 你会发现与人们相处的新方式 那些能够支持你表达灵魂之爱 并完成关系中更高目的的新方式 行走于你自己的道徒 放掉那些不属于你的 要能让自己开放以新的方式去爱 并释放旧的模式 重要的一步是去探索 你从父母亲学来的关系模式 你可以放掉那些不再适合你的关系模式 某些你父母的关系模式和生活方式非常珍贵 你会想习用它们成为自己的 然而有一些模式并不适合你 并且不允许你表达内在唤起的爱 你可以释放任何你在关系上从父母亲学来 但已不再适合你的习惯、模式、展望和目标 而选择你自己存在的方式 你可以用不同于你父母与彼此或其他人相处的新方式 和其他的人相处 由于你对父母深度的忠实与爱 即使你表现于外在的是叛逆或抗拒 你们许多人并不允许自己拥有 比父母亲好的生活或关系 你可能在潜意识里限制自己拥有多少喜悦、爱、成功与丰盛 或者 你的生活活出了你父母的梦想和欲望 却并非自己的欲望或是灵魂道徒 你可以比你的父母经验更多的爱、喜悦与活力 你可以拥有更好的关系、更开放的心 以及与父母不同的灵魂道徒 请你开始与你的灵魂融合 在你的心轮之间循环光与能量 并进入灵魂之爱的状态 深吸一口气 将心轮的能量提升进入顶轮 感觉灵魂之爱的宁静 扩展进入爱的合一 吐气的时候连接你的灵魂 从你的头顶送光去激发你的隐藏光点 增强你爱自己的意愿 吸气的时候将太阳神经丛的能量提升进入心轮 放掉别人对你的生活的欲望或期待 如果你并不想遵从他们 从这个充满智慧、扩展、宁静和爱的状态 与你的母亲做灵魂的连接 你是否认识她或她是否在世都无所谓 你可以与你的生母或其他在你的生活中 扮演重要的模范角色的女性连接 感谢她带给你的所有礼物 想象你是一个小孩 和这位女性手牵着手一起行走在一条光的道路 感觉到了某一个点 你们的道路开始变为两条 你走上了自己的那条光之路 与它分离 你带着所有你想保存的礼物和你所接受的爱 你放掉所有不在你的爱的道徒上的习惯与模式 一轮温暖的夕阳在你的路径尽头照耀 当你持续前行 阳光加强了你所有的灵魂品质、愿景、梦想和道徒 看见你的母亲依循她的道徒进入光中 这两条路也许比肩而行 也许方向不同 你们各自坚定地踏在自己的道徒上 走向光明 当你和你的母亲完成了这个过程 和你的父亲或任何重要的男性模范角色 重复一次这个过程 谢谢所有你接受的礼物 以及你被给予的爱 释放那些你不想拥有的 源于你父亲的梦想、目标和人格模式 依循那条专属于你的爱之道徒 看见你踏上自己的道徒走向光明 对灵魂的律动保持知觉 花时间独处 你可以极由探索你愿意给别人的时间 和与自己独处的时间 来发现爱的新方式 当你越靠近你的灵魂 你愿意和人们相处的时间可能会改变 你可能发现自己珍惜独处的时间来补充能量 冥想与灵魂连接或单纯的存在 花时间独处去聆听内在的声音 去感觉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想花时间独处 不要认为自己错了或你的关系有什么不对 想起一次你独处的时间 配偶子女和朋友对于你花多少时间给他们可能会有许多期待 停止感觉你必须满足别人对你的时间要求 你可以极有给予自己需要的独处时间来改变爱的方式 想象你有一个能量的储存槽 想象有一个指标可以读出储存槽的度数 闭起眼睛 看见这个能量槽的度数 请你的灵魂告诉你 可以做些什么来加满你的能量库 使你更有能量 多少独处的时间可以让你能充满能量 你要用这些时间来做什么 可以让你感觉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想一个你真正滋养自己照顾自己的时间 回忆之后你多出了多少能量和爱能够给予别人 请明白当你照顾自己 你送给别人一个礼物 一个放松有能量有活力的自己 与你选择的对象做灵魂的连接 先在心里谢谢他给你自由去做你想要自己做的事 你可以说 谢谢你给我时间和空间去做我想做的事 来获得平衡 连接我的灵魂 补充能量 体验我自己的韵律和道徒 独处时感觉自己的能量脉冲 那可能是你的灵魂呼唤你去接受他的光 喜悦 意志 出现 力量 爱和其他品质来增益你的生活的时刻 处理那个害怕你的独处将失去这个人的爱的次人格 花时间和自己在一起 做你爱做的事 体验你的灵魂对你进入合一 与宇宙之间存在更多和谐的帮助 即使你有年纪小的孩子 独处并补充能量仍是一件重要的事 连接你的孩子的灵魂 感谢他们让你有时间和自己相处 想出方法让你的孩子在你需要的时间里被照顾 当你的能量库被充满 你可以提供他们更多的光爱与能量 允许别人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给自己一段话去提醒自己如此行动 你可以这样说 我让我生命中的每个人跟随自己灵魂的韵律 做他们感觉平衡与充满能量的事 净化和爱那些抗拒给予别人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的次人格 和那些觉得如果你给别人太多自由 人们可能会离开 抽身或占你便宜的次人格谈谈 净化他们 当你如此 人们会更爱你 保持对自己高而正面的形象 要求别人也这么做 改变你对你所爱的人持有的形象 来探索爱的新方式 和他们一起工作 来改变他们对你持有的形象 透过保持对彼此高而正面的形象 你能够放掉那些抓住你的旧有的关系模式 而找出新的相处模式 当人们对彼此持有过去习惯 而非现在持有的过时画面和形象时 关系会变得不再活跃 你可能想要和某人保持距离 因为你已经进化和成长 然而这个人却不明白或没有认出你的改变 当朋友 父母 孩子 配偶或其他你爱的人 以你过去而不是现在的样子看你 你很难以新的方式行为 当人们以更高的角度看你 相信你拥有尚未实现的潜力 他们在送给你美妙的礼物 想一想你所选择的对象对你持有的看法 他的看法高吗 他相信你的潜力还是不断提醒你的错误 你喜欢他反映给你的自我形象吗 如果不喜欢更新你的形象 在别人对你持有正面形象之前 你必须对自己持有正面的形象 感觉灵魂的出现 想起这个人在生活上 给予你什么负面的形象投射 或对你持有什么过去的概念和想法 在你的心中想象你希望他持有的形象 连接你的灵魂 然后传送这个新的自我形象给他 你可以在冥想的时候 或是与他碰面的时候这么做 如果你发现他说话或对待你的方式 并不适合你心的样子 做灵魂的连接 并传送你希望的新形象给他 当你做灵魂的连接 想象灵性太阳的光和你的灵魂之光 融化了这个人送给你的负面或过时的影像 当你这么做时 这个人可能还没有改变对你的概念 然而最重要的是你持续的 对自己持有一个正面的心象 你会想要用行动和言语活出你的新形象 而并非回复旧有的行为 去强化别人对你持有的过时概念 认出自己和别人的伟大 你也许需要更新你对所爱的人持有的影像 想起一个你做过灵魂连接的人 你对他持有什么必须更新的影像吗 认出至少一个你所持有不够进化的影像 想一个新的影像做灵魂的连接 然后传送给他你对他持有的新形象 你可以在心里这么对他说 我现在看你 我将对你保持这个看法 来帮助你成长和进化 承诺自己会认出并转化 对这个人持有的负面形象 超越这个你所更新的形象 认出人们内在的伟大 从认出自己内在的伟大开始 连接你的灵魂 感觉它的光和美 想起所有你曾表达过的美妙灵魂质地 回顾你的生活 注意你如何总是感觉你来到这里 想要完成的特殊工作 你知道自己内在有伟大的种子 只是等待正确的时间发芽 回顾每一刻你如何变为更为美丽而完美的光 想起你选择的对象 做灵魂的连接 邀请爱的存有进入你的心轮 帮助你看见它最高和最好的部分 想象灵性太阳的光在你们的头顶照耀 帮助你感觉或清楚地看见这个人内在的伟大 想象任何掩藏这个人的灵魂之光的东西逐渐脱落 直到他闪耀的光照彻每一个层次 感觉他内在爱的潜力 即使他还不能持续地表达爱 注意他内在光的种子 注意你们第一次相见时 你如何认出他内在的潜力与伟大 注意当你专注于他的潜力与伟大时 你对他所持有的更新的形象 如何打开并扩散了你和他之间的能量 你可以告诉自己一段设定的话语 来加强你的决心 去认出你所选择对象的美好 例如 我喜爱并认出你内在的伟大 然而我也爱着那些尚未进化部分的你 认出这个人拥有的美好的一面 即使你们正在一段争执之中 或是他的情绪不佳或不能接受 专注于人们的好 将帮助他们把好的质地 带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当你认出人们内在所有的光与好 你会发现人们会以更爱的方式行动 当你看见别人内在的光 你帮助人们知道并表达这个光 承诺自己的灵性成长 对自己的成长和灵性进化许下承诺 你能够增进对自我的爱 并给出更多的爱 当你成长 你对周围的人可以给出更多 你能够采取行动让你的关系更成功 你会专注于更高的目的 你的视野扩展 你拥有信念支持你拥有成功的关系 当你对自己的灵性成长许下承诺 你稳定地获得对自己更多的信心和信任 相信自己设定范围的能力 相信自己能够散发持续与稳定的爱 当你对自己的生命活力投注心力 你不再害怕一顿关系会妨害你的成长 扩展与完成你的较高途径与目的 你会看待你的关系为较高道徒的一部分 贡献给你生命的活力 提供机会让你极由学习如何去爱而成长 常常连接你的灵魂 让它告诉你如何在灵性上成长 相信花时间冥想 连接你的灵魂 转化你的次人格 开启你的心轮 以及做内在的工作 是你可以拥有的最宝贵的时间 将你每日的活动变成表达爱的灵性练习 在心里对所爱的人说我支持你追求开悟 支持人们的成长很重要 当人们的灵性成长 他们能够以新的更高的方式爱你 即使你并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而支持他们的成长 想起你所选择的对象 让光在心轮间循环 进入灵魂之爱的状态 扩大你对别人的成长 成功与开悟无条件的支持 从你的心底 希望这个你所爱的人快乐圆满和成功 花一些时间想象你选择的对象正在开悟的过程 让内在的讯息从你流出流向他 说出我用我的全心支持你的开悟 处理你那些或许害怕他快乐而圆满的时候 将不再爱你或需要你的次人格 你能给别人的最大礼物之一 就是对他保持一个开悟的投射 研究和学习关系的技巧 花时间学习实际的关系技巧 来创造更美好的关系 你可以借着聆听录音带 读书看录像带 上课等等来探索新的方式去爱 关系 关系提供机会打开你的心 滋养和耕耘你的关系 让它们像镜子回应你的灵魂之爱 遵从关系为你开悟的途径 与开启心轮的工具 第十八章 用新的方式去爱 灵魂游戏 与你的灵魂融合 从下列的方法中 选择新的方式去爱自己和别人 或者用你的创意 想出更多的方式去爱自己和别人 想一个你的父母亲的关系模式 下决心你是否拥有这个模式 如果不是 和你的灵魂一起工作来释放它 用你内在眼睛看一看你的能量库的标尺 它有多满呢 保持安静 要求你的灵魂给你意见去充满它 要求你的灵魂告诉你 它希望你多长与它融合 才能让你接受所有它想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灵魂在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 想与你有多少的接触 想一个你想要你爱的人 对你持有的形象 稳定的持有这个形象 做灵魂的连接 然后将这个形象传送给它 对你所爱的人 想象一个新的正面的形象 在灵魂连接的时候 在灵魂连接的时候将这个新的形象 传送给它 认出别人内在成为伟大的潜力 看见它的灵魂之光 照耀穿透 它一切遮蔽光的帷幕 在心里或用言语 对你所爱的人这么说 我用我的全心支持你的开悟 今天把这个相同的想法 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对自己说 我支持我每一个面向的存有 开悟 灵性成长的承诺 让你拥有更多的爱 可以给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